台湾环境最前線永續台灣看了見 我是環保聯盟李秀榮 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 台湾的森林 那那個什麼是台湾的森林 森林我們看那個字來看的話 就是有很多的木頭 那就是說有很多的樹 所組成的森林 那台灣的人 尤其是住在都市的人 對於森林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我們今天非常的高興 能夠邀請到台大森林系教授 鄭清隆老師來跟我們談一下 台灣的森林到底是什麼樣 森林是什麼東西 然後台灣的森林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我們非常歡迎老師來跟我們談 好 謝謝秀榮 也先跟各位觀眾說個好 那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 台灣的森林 那提到這個題目 那麼大多數一般我們的民眾 大概會想到的是說 這個台灣的森林分布很廣 或者是說台灣有非常多的森林 它佔了土地的面積的比例也很大 或者是說你可能在教科書裡 看過的是說我們講到台灣森林 就是說台灣的森林有寒淡林 比方說在玉山這一帶 或是有這些溫帶林 也有這些亞瑞帶林 等等不同的林項 你如果坐一趟阿里山的森林鐵路 大概就可以歷經這些 這些不同林帶的森林 或者是說你可能知道什麼叫做 紅塊 扁駁或是樟樹 這些經濟價值很高的樹種 或是你也知道可能是有叫台灣山 或台東書鐵這些台灣特有的一些樹木 我想這個多數是跟森林有關的內容 不過今天我要談的 不是從這些從生態物種來講台灣森林 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台灣的森林 那是什麼樣的角度呢 我在這裡要先介紹的一本教科書 這本教書也是台灣第一本出版的 森林學的教科書 它的書名叫做森林學大義 那這本書在將近100年前出版 那出版的機關是當時稱為 叫做台灣總督府 所在地當然就是今天的台灣總統府 它在1916年出版的 那麼它主要的原因出這個書 是為了當時要在台灣做這個 所謂的林業整理事業的需要 所以它需要去訓練一批新的 這些林務的人員 這些林務員當時有一些 當然是日本人 但也有一部分是台灣人 那這本教科書呢 非常地有趣地提到了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也要在這裡講 那麼這個是 就是森林學這門學問大概從19世紀的末期 從德國就開始發展出來 然後也傳播到美國 日本 那麼當時是一個新興的一個學科 所以在講到這個所謂森林學大義 簡單地講今天來講就是森林學的概要 概論這個 那麼他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角度說 森林學學些什麼東西 好 在這裡呢 森林學大義他開宗明義地去討論到 森林學要講些什麼 那也是我今天要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他說森林學討論的內容大概有四個 第一個是森林的本身 也就是說森林學要討論是跟森林有關的 那第二個是人間社會 這個是如果用中文來講叫人類的社會 所以森林學要討論人類的社會 第三個是討論前兩者的關係 也就是森林跟人類社會的關係 那麼第四個再來討論的是 那麼由這兩項關係所生產出來的 所產生出來的森林經營的一些法則 所以森林學討論的是這個東西 那我想這個角度大概跟我們觀眾比較習慣 習以為常說森林是從這些生態物種 這些角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要在這裡講 如果你不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其實有一些台灣森林的問題 你是無從了解的 那我們比方說 我們都市人習慣了看到了森林 那麼現在是通常都是把森林當成是一個 去游棄休閒的地方 或是生物保育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呢 但是除了這個 森林在過去歷史的脈絡裡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它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你或許就不了解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的這些跟森林有關的經營問題 都跟我前面講到 你必須從森林跟人 社會之間的關係 從這角度去切入才能夠去理解它 對 那謝謝老師 那就是說在森林的觀念裡面 在都市人對於森林的觀念裡面 其實在現代的人來看 就是吃屋離我們非常遙遠 但是在以前的社會 從以前的社會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從以前的社會 我們的房子是從樹木來的 然後我們的桌子椅子 其實到現在為止 桌子椅子都還是跟森林有關係 那在這個整個生活的過程裡面 其實人跟森林的關係 不只是在油氣 就是在我們的假日的時候 可以到山裡面走走 不只是這樣而已 其實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 我們都跟森林的管理應用 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在這方面是 問題是說 這些森林到底是誰的 到底森林是屬於誰的 那台灣的森林管理 又是怎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要請老師來說明一下 好 剛剛主持人也講到 說這個 我們在過去森林跟人的關係 非常密切 那其中有一句我們的俗話 說開門七件事 第一個就跟森林有關 就採米油煙醬醋茶 那也就是說 在過去的農業社會裡頭 說森林提供了一個很重要 就是燃料 當然另外有部分 它提供了建材 但是有些社會裡頭 其實森林稀少到 它沒有辦法用森林的樹木 來作為它的建材 我們以前台灣的農村 很多都是土角柱 你就知道 森林其實是一個很稀少的 或樹木是一個很珍稀的資源 所以它不會 雖然台灣很多森林 但是不會用這個木材作為建材 它才會有那個土角柱 這樣子 那我要講的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今天我們來看 今天我們社會通常被稱為叫做 工業化的社會 或是都市化的社會 工業化的另外一個反面就是 去農業化 都市化的一個反面就是 去鄉村化 那其實傳統的森林就是在農業的社會裡頭 或是在一個鄉村的社會裡頭 它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今天在工業化 都市化的社會裡 它扮演的角色 我認為還是很重要 但相對的 但是相對於過去沒有到那麼重要 那當然它扮演的角色的內容 也跟著會去改變 那我們先把這個放下來 再來討論到一個是說 那森林是誰的 你或許會覺得很奇怪 那森林是誰的 在我這裡要討論的是有什麼關係 我先來講一個 一個以前拍賣網站的一個廣告詞 它是說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不過你要賣這個東西之前 你還是有個前提 確定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誰的 我們大概就知道 你如果沒有所有權的張物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 就叫張物 你是不能賣的 或是你沒有這個智慧採染權 這個東西叫山寨板 山寨貨 你也不能賣 賣了之後吃 吃官司 那同樣的我們來討論森林 森林是誰的 在這裡也有很重要的一個意涵 這個意涵就是我前面講到的時候 我們要從森林跟人 這樣的一個關係來看 那這個呢 森林是誰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決定了說 那麼誰來 誰來決定這個森林的管理 它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去做管理 然後呢 管理的一個成果 怎麼去做一個分配 那這些等等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那你也可能經常在新聞裡看到 叫國有林班地或是國有林這些 我們比方說最近大概看到一個新聞 在北部 這個叫石定 有個叫做黃帝殿 這個大概是很多人去爬山的一個地方 這裡就說黃帝殿 新聞裡講 黃帝殿因為侵占國有林 國有林班地 所以要把它拆掉 怎麼會有一個國有林 國有林班地在那個荒郊野外 國家也有一塊地 那為什麼 那我在這裡根據台灣 主要管理國有林的一個機關 叫做林務局 大概應該也在新聞裡 常看到這個單位的名稱 那麼它統計的是說 台灣的森林覆蓋 大概占全部面積的58.5% 就將近有6成台灣的土地面積是森林 那麼在這裡呢 林地總共有210萬公頃左右 210萬公頃有多大 大概有8.4倍的大安森林公園 8.4萬倍 8萬4千倍的大安森林公園 那麼這210萬公頃的土地裡面呢 國有的林地 總共有149萬公頃 那麼這個大概佔了全部林地的71% 也就是講有7成以上的森林 是國有林 那麼在這個統計資料裡頭 這個比例還沒有把那些 其實還有很多的原住民保留地 它的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國家的 原住民只是有它的使用權 那你如果把這個部分 國家所屬的這些原住民保留地 或是有一些是公家有的 但不是中央政府有的 國有林 比方說省政府有的啦 或是這些縣市政府有的這些 公有的這裡 如果加上去算的話 這些呢 國有林的比例就比那個7成還要更高 那我在這裡要去問的是說 那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的國有林 這個呢 也回到我們剛剛新聞裡講的是說 那為什麼你常常看到說 這個國有林被侵占啊 或是這些等等 那其實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如果到處有國有林 國有林的比例占這麼大 到處都有 台灣的土地的林地的70% 但是是國有林 那這很容易你經常就是 住在這附近的人 不管他是有意的或無意的 經常就會越過這個所謂的紅線 去占了這些國有林 所以你經常在新聞裡看到 清藏國有林地 那這個是我特別提出來 你如果再去看台灣森林的時候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我們從土地跟人的關係來看 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的國有林地 那同樣我們有很多的土地啊 農場也有土地啊 工廠也有土地啊 或是一個商場它有土地 這些土地都是國有的嗎 好像不是 但是為什麼林地有很多 很大的比例是國有的 或許你也不知道 我從台灣的森林 你來看來先看法律 我們有一條法律叫森林法 那台灣的森林法的第三條 就明白地寫著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那我再重複一次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那麼其實在戒嚴時期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這個條文還在森林法的第一條 開宗民意的第一條就寫著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寫在法律的第一條裡頭 顯然是把這個呢 這個條目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認為是它有特別的重要性 那為什麼法律為例 去特別彰顯 森林國有的重要或是必要 這個是我想今天要在這裡 去跟大家來介紹 我探討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誰 森林是誰的 那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森林 那當然這裡有一個隱含的問題 它管理得好不好 或是你滿意不滿意 我們現在政府管理它的這個 相當多的國有林 對 那我們知道說 那個台灣的原住民 其實在很久以前 它就擁有就是它的祖先 都是住在這塊台灣的土地上 那從平地一直到山林 其實都是台灣原住民 它分佈的地方 那所以在那個日本還沒有來 或是說國民政府 甚至國民政府還沒有來之前 都是這些土地都是屬於原住民 它們的原有的 它所說的祖林的一些活動的地點 那所以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土地上面 加上一個森林法的這樣的一個管制 就是說這森林 台灣的法力 森林法裡面 竟然是說森林是屬於國有的 那這個是不是跟原住民 它的思考 它原來的那個傳統領域的思考方式 還有它的生活方式 產生了很大的那個旗艦 還有一些衝突 那這個部分我們歷年來 到底台灣是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如果要了解台灣的森林 那其實先了解第一個比較史料上 詳細記載的這些文獻 這個文獻叫東藩記 作者叫陳帝 它大概在應該是1602年 就是17世紀的很初期 那麼他隨著這個軍隊要打這些 所謂來討伐海賊 他從福建過到台灣這裡來 那麼他在這邊住了一段的時間不長 他寫下一個今天來看很詳實的一個紀錄 那裡面就有講到說台灣的山林一路 也就是說它有非常多的這些路 那大概我們也都知道了 後來在荷蘭人或甚至民政 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候出口了很多路皮到日本去 每一年可能平均來講也有四五萬 所以他在荷蘭統治時期大概出口了有三百萬張以上的這些路皮到日本去 每一張路皮就代表一隻路要捨 所以你就知道說當時就有很多的路 那在這裡當然我們會得到另外一個反面的一個 為什麼原住民生活在台灣生活那麼久 台灣還是很多路 但是到了荷蘭人來了或是民政來的時候 這些路就大量的被出口 當然後來路就少了 所以我們有在1970年代有富裕台灣的梅花路 這些富裕的這個路可能還是從外地來的 不是就是說是台灣的梅花路 它可能在別的動物園裡頭來的 不是由原來的棲地上去把它養成 這是一個 我在這裡講說森林是誰的的時候 由誰來管理森林其實它會引申出來 森林管理的狀況會是不一樣的 那剛剛講到說這個我們的法律裡 定了說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那我們從實際的層面上來講說 確實在台灣也有70%的林地是國有林 那麼究竟是有了這個法律之後呢 然後政府去徵收老百姓的林地 然後來成為很多的國有林呢 還是是說因為實際上就是有很多國有林 所以我們的法律在把它寫說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一個或者是兩個原因都是 但是我要告訴兩個原因都不是 我們森林法定的時候呢 這個森林法是在我們現在的森林法 那是1932年就定了 那是中華民國的森林法 那時候台灣這個森林法的實施範圍是不及台灣了 在1932年的時候 那森林法在1945年修改了 到了台灣來 基本上從1945年到1984年這段時間裡 森林法大概都沒有動 只有改了一個條文 就加重處罰 處罰什麼呢 處罰老百姓去爛肯國有林 就加重這個處罰 那在這裡就看出來說 那森林是誰的 那這是有關係的 如果森林不是國有林 大家不用去特別去針對這個法律去改 要加重處罰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 那不是這樣的原因 那也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法律訂了之後 把老百姓的土地徵收去做為國有林 那為什麼呢 我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國有林 來 這個呢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必須要對這個來源 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的國有林 那麼多一個比較充分的了解 那才有可能去理解我們的森林 那麼也才有可能去 去理解我們森林的經營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那麼也才能夠是說 反過來我們針對這些經營上的問題 去做所謂的對症下藥 給它一個改善 那我在這裡要先講 那其實很多國有林 大家也習慣 森林一國有原則 這樣子的一個 那當然這個觀念其實是深入人心的 我再舉一個廣告台詞為例 這個廣告台詞是 國歌給你掛保證 這個你可能聽到了 這有很多這些國家認證的藥品 或健康食品的廣告 就找一個那個什麼美鳳姐 或是什麼什麼來跟你說 這是國家給你掛保證 國家給你掛保證 看來是深入人心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很多人相信 國立的大學就比審議的好 或比勢力的好 或是當然更比勢力的更好 那確實是不是這樣子 來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說 或許我們在一個公民的社會裡頭 必須用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 嚴肅的看待 國家要不要介入很多事情 國家要不要去管很多的生理 或是很多的生理是由國家所擁有 由它來管理 這個是你如果很相信 國家國家給你掛保證 當然有時候也吃壞肚子的 也有 所以你或許我在這裡要講的是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在這裡除了講到森林 其實我們很多的資源的管理 包括這些能源的管理 能源管理我們在台灣也是 國家給你掛保證 因為我們重要的能源的經營單位 中語跟台電也是國家的 那它有沒有給我們掛保證 這個我留一個問號 其實 有問題 對 問題相當多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有很多的國有林 我在很多的場合裡頭有很多人講說 國家應該擁有這些生理 或者是說這個生理如果國家來管理 或是加強它的管理 或許就會做得更好 我才會講說為什麼國家給你掛保證會深入人心 我們先來看台灣為什麼很多國有林的歷史 你看完了聽完我講了之後 你可能會換一個角度來講 好像不是 國家一定給你掛保證 好 我們先來看台灣的森林國有化的歷史 它是開始於在1895年 這個年代大家現在都很清楚 就日本人進到台灣的時候 日本人進來台灣的時候 他在當年年底的時候 他就公佈了他的軍令的第26號 我把這個軍令第26號 一般在歷史的文獻上都稱為叫日令26號 日令26號它的全稱是官友林野 就是森林跟野地 官友林野及張老製造業取締規則 取締 取締這個名詞 這個日本名詞 已經在我們的生活裡頭是融化了 取締取締 警察取締什麼什麼之類的 取締這個日子的漢字的意思 應該叫做監督管理 所以這裡應該是這樣 官友林野及張老製造業的 監督管理的一個辦法 他在這裡規定 那些老百姓一定要 在一定的期限之內 去持他的土地的所有權壯 或是土地權壯 因為大清國的時候 有一些土地是有權壯 他要持這些土地所有權壯 去登記 那麼你如果沒辦法提出來 這個土地權壯的一個證明 或者你不去登記 好這些土地就視同是無主的土地 就是沒有人的土地 那沒有人的土地是誰的呢 就歸為是官友 就是政府的土地 但是你把想一下 你說在那個十九世紀 在那個很偏僻的鄉下地方 有很多不識字的人民 那麼他有多少人會擁有 這個清政府的土地的權壯 因為要擁有土地權壯 清政府的規定很簡單 你要繳稅 那很多老百姓如果他很窮 從土地裡能夠得到的 能夠吃的穿的很有限 還要繳一筆稅 所以他當然就會規避 不去繳稅 那政府也經常查不到 因為那個窮鄉僻壤 也沒多少政府去查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原住民在大清國的時期 他一直被認為是化外之地 也就是不是他的人民 那些原住民有多少 大清國政府有多少 多少的土地所有權壯 是給的那些化外地區的原住民 應該是沒有 所以這些沒有土地所有權壯 那些漢人如果他在山區裡去開墾 或是那些原住民 他本來就在一般被稱為化外之地 他也沒有土地所有權壯 這些土地就因為這個軍令的26號 就是我們剛剛講 關友林野及張老製造業取締規則 在規定底下 全部由這個殖民政府 把它剝奪掉所有的權益 這個就是台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國有林地 因為在戰後 我們仍然程序了 我們稱為叫消歸潮水 日本政府的國有林地 到了中華民國 還是變成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有林地 所以我們會有這麼多的林地是國有的 它其實是殖民政府的遺產 另外再加上我們剛剛前面講 我們的森林法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 他認為這些天然的資源應該以國有為原則 所以我們森林法規定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所以在這情況下 日本殖民政府收歸了 或是我們講充公了很多的土地 作為國有林地 然後我們的法律又說 身為國有為原則 所以我們就形成了一個非常特別的 在台灣的國有林 就規模非常的大 大到它難以去撼動 所以這樣子的越集中的權力 管理的權力越集中 那它會產生的問題越多 我們可以設想 如果這樣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源 很大的一個面積的土地 集中在政府的管理 那你如果落在一個蠻寒的政府手裡 你為什麼會有一個良好的一個管理 我舉一個例子 舉世可見 權力越集中規模越大的政府 它就越容易蠻寒 我們稱為叫局前政府 比方說已經沒有的蘇聯 或是現在還有的中國或北韓 都是這樣的一個政府集權 也經常造成很多什麼蠻寒 因為他們局前也跟民意是脫離的 你管理這些所謂的森林 它跟公眾的生活有相當大的關係 但是公眾需要什麼樣的森林 那其實跟這些管理的這些官僚體系 這裡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或是官僚體系對於民意的需要是脫節的 如果你不能去經營一個好的森林去符合民意的需要 那其實森林的經營管理怎麼會去好 這也是我們的國有營的經營在台灣 我們國有營經營經常被詬病的一個地方 對 那剛剛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人民對於國家來管森林這件事 好像是無動於衷 那那個我知道就是說 在1980年代台灣的原住民有針對他們土地 有發起一個環國土地運動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主要是他們要爭取就是說 他們在這個土地上面 在他們祖先的時候 他們就是在這邊經營管理 甚至在這邊共存共亡 所以說在這個土地的所有權裡面 就是在原住民的觀念裡面是不存在的 那他們只是在一個 就是這個土地是他們共有的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 去跟國家去爭取他的土地的那個使用權 或是說他的所謂的他的所有權 那環國土地應該是他的所有權 那在這個在老師回來1987年回來之後 以及到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說那個森林法其實在這一方面 在對原住民的這個固有的領地的這個方面 是有一些改變的 那老師能不能來解釋一下這個事情 我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個我大概我在美國 我1975年從台灣大學的森林系畢業了 然後後來在林場工作了三年 後來去了美國念書 主要在念就跟森林的資源的一些管理有關的 那我1987年回到台灣來 這個呢我講了1975年畢業到1987年回台灣 這裡當然一個差別就是一個是戒嚴時期 一個是快要戒嚴 當然還在戒嚴時期 但是那個社會的氛圍就不一樣 那我先講那個戒嚴時期 或是我在當學生的時候去看到了一些 森林的一些現象 或那個森林法 那時候森林法大概就是我剛剛講 森林法的第一條就是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我當學生的時候第一個想 或是我為什麼也會今天特別把這個 當成一個主題再討論 因為我當學生特別想 為什麼森林 為什麼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法律裡頭一面就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到後來森林法改了 它也反映了解嚴之後 現在的森林法的第一條是說明 為什麼要制定森林法 那它其實是配合憲法 那憲法說我們在什麼情況底下 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 用法律來限制人民自由 那第一個這些法律必須是什麼 避免去危害他人的自由 或是避免緊急的危難 或是可以增加社會的福祉 那森林法的第一條就是說明 森林法定是為了要增加社會的福祉 什麼樣的問題 它說保育森林來發揮森林的公益 公共利益跟它的經濟的效用 那這是從這個法律條我們來看 觀念上還是變 至少解嚴之後的森林法 它就知道說 你要訂一個法律 也要告訴我們老百姓說 我為什麼要訂這個法律 它是跟我們憲法是相符合的 我想這個雖然是條文這樣子 雖然這個條文當然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在新的是把它放到第三條 不過第一條加上去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覺得是說 它比較符合這些所謂的立憲 憲政的一個精神 那當然到後來 特別是解嚴的以後 那麼經過國會可以去改選 那森林法的變動的幅度就增加了很多 我剛剛前面有說過 我們從這個法律條文來了解台灣的森林 蠻有趣的一個角度 來 我剛剛講說 森林法從1945年訂了 然後1949年國民政府就退到台灣來 一直到1984年 這個呢 這之間將近38年的時間 在中國設定的森林法 是原封不動的 只改了其中一個條文就加重處罰 其他條文都沒有變 但是呢 在中國設定的森林法 它的條件跟台灣是一樣的嗎 顯然不是 但是呢 我們也從這個法律條文的 這些變革來看到 那麼這個戒嚴時期的森林法 基本上是沒有變的 那其實它跟台灣的民意脫節 或是跟台灣社會的需要是脫離的 是脫離的 那但是解嚴之後呢 我們森林法就經常去改變 雖然當然我們有時候經常看 或是有人會去抱怨 這法律怎麼越修越不好 至少在森林法這方面 我也聽到有一些人這麼去說 越修越不好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這個森林法越修越接近民意 或越修越能夠去接近民意 我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森林法裡頭有一條 它是依據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要尊重原住民 所以森林法後來修改有一條是說 如果森林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這其實指的是多數的國有靈 都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裡 那麼原住民呢 有他們使用這些森林的一些習慣 比方狩獵 比方說去伐木 或是採集這些菇類 或是這些其他的等等 那像這些呢 在過去的森林法裡面是說 森林是國有的嘛 而是國有森林裡 所有國有森林裡頭一草一木 都是國家的財產 所以原住民如果去 在那裡去狩獵 在那裡去採集香菇 都違反了國家的法律 簡單講就竊盜罪了 森林法裡頭針對這個是有罰則的 那這個呢 當然就後來就有了這個條文裡 就是說在傳統領域裡頭 要去設定一個辦法 去尊重原住民的 它這種傳統的使用方式 那麼這個辦法 由這個 凌霧管森林的主管機關 或者以及跟原住民主的主管機關 來共同的協議 不過我在這裡要去說了 法律定在那兒 但是呢 那怎麼用 南韓的政府 我如何這樣講 其實後面沒有跟得上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 法律在那兒 森林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如何如何對不對 但是呢 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沒有畫出來 沒有畫出來呢 所以呢 剛剛講的森林法這個條文 其實就在那兒 寫在那兒 結果呢 沒辦法去執行 然後這是一個 不過至少我們看到 法律的精神做了一些進步 那執法可能還是落後 那另外一個森林法的改變 也是後來的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我們多數的森林都是國有林 所以呢 如果有颱風來 做大水啦 經常把很多漂流木 所以我們傳統就把他認為 那個漂流木呢 大概是從上游的 河川上游的森林來的 那河川上游的森林 很多是國有林 所以那漂流木呢 都是國家的財產 所以呢 你去檢食漂流木 就是處罰 就會被告 後來改變的森林法裡頭 就規定了是說 你看 如果政府認為那些林木 漂流木是國家的 他應該去把它清理 或者去註記說這是國家的 那你如果不惡在一個期限內 就一個月裡面去註記 那老百姓就可以 把它當成是無阻 就可以去檢食 這當然反映了民意 因為過去也有很多人 去檢食漂流木 就會被告處罰 因為國有林是無所不在的 即使從海邊的漂流木 他也把它斷定的是從 國家的林地裡面去流出來 好 這個是 我要講的是說 你可能真的你大概沒有想到說 從我們森林是這樣 我們森林不是只有說 上面有什麼樣的熱帶林 雅熱帶林這些等等 我們森林還有一個跟人的很大的關係 是你可能沒有去想到 我們多數的森林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森林 是國家所擁有的 也是國家的財產 那所以你經常很不容易 很不經心的就可能去處罰 我們之前看到有很多 這樣的類似的一個情形 但是我們知道說就是說 有百分之七十這麼多的土地 是國有林 但是他的管理 他沒有辦法管那麼多吧 就是說經常 譬如說他違法的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國家的機關 是沒辦法去管到 譬如說他盜罰 或是說他盜裁一些東西 其實很多林務局 他沒有辦法去抓到的這樣的case 那我們就想說 這個國有 這個所有權跟那個管理 這個其實是有很大的那個 有一段差距 說你有這個所有權 但是你到底有沒有去管理 這個其實在很多地方 我們看到說原住民 他已經有形成了 他自己的那個居住領域的時候 他對於 其實他也有 對於他附近有一些管理的權限 那這應該是屬於一個 人類居住的自然的一個環境權 對 這個其實去年 2011年是國際森林年 那在1992年 1992年 這一年就在巴西的里約內如 公佈了五個文件 其中有個就是森林原則 另外兩個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清楚的 兩個國際公約 就是生物多樣性公約 跟這個氣候變化港澳公約 那在1992年公佈的森林原則 其實就涉及到很多 剛剛講到這些問題 有國家來管理森林 如果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 或是國家沒有辦法去 完全的去符合人民的 或是各個地區不同社會 這個國家裡各個地區不同社會 他們可能對這個森林的需要 是不一樣的 那如何來做一個比較好的森林管理 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 讓更多的公民去參與森林的管理 甚至有一個後來的文獻就稱為 叫社區林業 由社區來管理森林 社區林業在 這個是由英文翻譯來的 就是社區 Community Forestry 社區林業 但社區林業這個概念 衍生出來 那麼最近有一個叫做里山倡議 里就是鄉里的里 山就是山上的山 這個是日本人的社區林 那日本人就把它稱為 叫鄉里的山林 叫里山 也成為一個國際上的一種宣言 叫做里山宣言 里山在英文裡 它是按日文來唸的 叫Sato Yama 里山倡議 Sato Yama Decoration 這裡強調的就是說 其實森林的經營 不一定要仰賴這個政府 森林經營也可以由公民的力量 或是集合森林 鄰近的一些社區的居民來共同管理 那麼這個在1990年代以來 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麼在有一些地方 當然台灣也在做社區林業 不過我的看法是 它做的還是不夠 因為我們習慣了由國家來控制 所以台灣林務局在推動社區林業 經常就是幼稚以利 給它一些金額 然後來做一些計劃 它忽略掉了多數的社區林業裡面 去強調的一個重要的是 國家應該把權力下放 讓公民或讓社區有更多的決策的權利 那我們的社區林業 台灣的社區林業其實缺少的是這個 國際上很多這些討論到森林經營管理的 特別是有關社區林業的文獻 其實很多是像印度 印度跟台灣也有類似的情形 它被殖民統治過 所以印度的國耳林也非常多 就英國人設定的國耳林 其實英國人沒到印度之前 印度很多森林是由印度人 或是它的社區 或是其他的這些去管理 那因為殖民的結果 把很多的森林變成國耳林 那印度就開始把很多的國民 國耳林 那麼引進讓更多的社區 來居民來參與 或是把這國耳林的決策權下放 它可能由社區或是由 不是國家 不是國 可能省政府 縣市政府來管理 這個在台灣很少被討論到 為什麼很少被討論到 是因為我們經常就習慣了 一個中央局前式的一個政府 所以權力的下放 經常會跟我們的想像 我們的民眾或是官員的這些 一些心態上是不符合 我們習慣於叫市權的統一 這裡市權就是行政權的一些統一 很習慣於這個樣子 那你想說把市權分散了 或許可以做得更好 這樣的一個想法是背道而止 所以 那我們想說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原住民有一個叫做部落共管 部落的那個 它的能夠共管的一個機制 那我一直在想就是 譬如說在蘭嶼或是說在 我們知道就是在北歐國家 其實對森林的概念是非常的有感情的 那因為它日常生活中譬如說蘭嶼 它要從小就去種一棵樹 然後當它長大之後 那個樹長大之後 它會把樹砍下來 然後呢就是做一個那個山板粥 然後拼板粥 然後就是去捕魚 那其實它跟它的謀生 還有它的社會地位 其實是很大的 有很大的關係 那北歐也是這樣 他們的交通工具也是 由一個很大的木頭來 鑿成那個船來做他們的交通工具 所以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就是在森林 還有在樹木 他們在他們的想像裡面 其實是非常的有感情 而且不只是有感情 是從它的整個的周遭 其實它的生活面 其實都跟森林還有樹木 是脫離不了關係 那我最後要請老師 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老師你的觀念裡面 就是說樹木還有森林 在於你是有什麼樣的 你有對這個是有什麼樣的想像 我習慣從這個角度 去看一個問題 當然今天我在這個電台 叫New Talk 也就是試說心語 所以我想說這一個難的機會 我只是想要去顛覆一下 我們傳統習慣的一個想法 我們一般的民眾 或是我們習慣了都市的人 去看到森林 他看到什麼 我們想要看那個風景照片裡面 或是月印裡面有森林 那個森林通常是落葉繽紛的樹林 或是很整齊的這些 像那種聖誕樹的這樣的樹林 或是像西頭這些 或阿里山這些 那些漂亮的風景照片裡頭 其實反映了一個裡面都沒有人 其實沒有森林是沒有人 我們經常在這裡就是把 好像那美麗的風景照片裡 有人就壞了他的 就少了他的性 但是我在這裡來講 森林 沒有一處森林是不住人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 人跟森林的關係去看 看待 這樣子才會去講到說 像剛剛講的說 一個蘭嶼人 他怎麼跟森林有什麼樣的關係 一個北歐人跟森林有什麼關係 同樣的我們一個人 我們一個社區的一個居民 跟我們周遭的森林 里山 鄉里的森林 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如果忘了這些關係 我們也很難去說 都市政府他管理國有禮 你應該要給我們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森林 這是我想 我在這裡要去講的是說 我在這裡也呼籲 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森林 然後才能夠去督治政府 我們居民 我們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森林 你應該如何去提供給我們 或是你如果管理得不好 你應該怎麼去從結構上 制度上去改變 讓我們有更多的決策的權利 去參與森林的經營跟管理 對 這樣我們一個公民社會 才會有一個更好的 這樣的一個未來 今天非常謝謝鄭老師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有關森林的定義 以及森林是什麼 森林是誰的 這樣的觀念 那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對於我們周遭的事物 不要視而不見 然後不要以為習以為常 然後能夠實地去 能夠找到我們在這個 整個生活的自然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去保護 或是說一些掌控的一些權利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草根民主的社會 應該要有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感情 土地的情感 那今天非常謝謝鄭老師 跟我們分享 那謝謝各位觀眾 今天台灣環境最前線 永遠與台灣看得見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 謝謝